先住19号在新竹县新增的三名确诊个案 都是来自长照机构 那在稍早的图表当中 新竹分成了ABC的三大长照机构 发现其中一人他们是B长照机构的住民 因为日前有人确诊被匡列 两次裁剪阴性 最近因为身体不舒服 18号做PCR才发现是阳性确诊 那另外两人则是在C长照机构的住民 同样也曾经被匡列 9号裁剪阴性 18号两人才确定确诊 统计目前这三家的长照机构 目前已经造成了43人染疫 我们今天有三个确诊的案例 新竹县19号新增的三名确诊个案 全都来自长照机构 案13956来自竹东B长照机构 因为曾与确诊者接触进行匡列 9号与15号两天PCR裁剪 皆为阴性 没想到后来出现发烧呕吐症状 18号PCR阳性确诊 B长照机构一共51位住民17名工作人员 总共19人确诊都分布在机构二三楼 那二楼三楼都把它清空了 那留在五楼是一个干净的地区 目前是有四名住民在那一边 另外两名确诊个案则是C长照机构住民 都曾因为与确诊者接触被匡列 9号PCR裁剪阴性 10号进行一人一试隔离 18号PCR裁剪却变成阳性 C长照机构一共41位住民 34名工作人员一共17人确诊 新竹县的这个确诊的人数 虽然已经有到74位 但是我们都是把它掌握住 都是在这个长照机构里面 所以目前这个清零的计划 我们是努力的要来达成 新竹县长照机构爆发群聚感染 到目前为止 三家长照机构就有43人确诊 县府不敢大意 除了将确诊个案送往医院治疗 也将其他著名牵出 避免病毒继续蔓延 记者新竹综后报道